最近我们都看到了 大陆房地产市场 一直在推出各种政策 刺激民众的消费 并且鼓励大家赶紧购房 但是无论什么政策都试过了 就是不管用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大家不想买房 而是未来十几年的钱都透支了 根本就没钱买房 所以任何政策都不顶用 当然最主要的是 大家赚不到钱了 往年还能进工厂打螺丝过渡一下 现在只能靠送外卖了 或者是无业游民 尤其是像昆山这种地方 原来台资企业遍地都是 现在很遗憾 走了挺多的 针对于台湾媒体报道的 昆山三分之一厂商已经撤离 产业多数已经转移 国台办说是假的 而网友则强烈推荐 虽然知道会翻车 还是硬着头皮说 不信谣不传谣 他们为了证明厂子没有走这么多 写了很多的话 他们说 三分之一的台商已经撤离昆山 剩下工厂产能大多已经转移出去 台媒这个报道肯定不是真的 我们官方都没有发布统计数据 你们怎么算出来的 各路小媒体就是利用这样的 未经审核的消息来制造舆论话题 实际真实性很难分辨 可能还不如身在昆山的打工人 知道的更清楚 但也正是因为网友不同的评论 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另一面 一台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消息报道出来 他们通过谁了解情况 二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既然报道与事实不符 那事实数据是多少 有没有台资撤离的数据 第三消息可以造假 数字最能说话 那么只回答台企注册数 总数一万三千家显然没有说服力 是否可以由昆山当地主管部门公布最新的情况 第四建议网后的新闻发言 多用数据和实例说话 少讲空口无凭的道理 用无可反驳的理由回击对方 看谁在扭曲事实 第五身处昆山的打工人 看到的也只是在自己工作生活范围内的情况 并不是整体数据 所以用自己的见闻去解释也难以全面 只要保证自己工作顺利就好了 兄台无需多言 第六保持定力 如果认为对方是胡言乱语的萧小之辈 不值得理喻 懒得解释 那就连这个问题都不用回答 避免出现欲盖弥彰的反效果 就像我们老板的口头禅 你解释个锤子 解释你就输了 成利多少 撇利多少 也并不是我们关心的数据 对我们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只是希望走过了三年困难 一切都是在真正向好的转变 无论别人的愿望有多大 有钱赚 就是我今年的愿望 针对于这条 你们怎么看呢 评论区的网友们非常会调侃 而且真是人才辈出啊 他们说 昆山客户 贷款一次性结清了 还给了一个红包 说感谢多年来合作 希望以后有机会 再见 再见 假如 我说假如 撤走的不是三分之一 而是三分之二 那这有关报道 是不是确实与事实严重不符 台商协会的数据 比你们统计局准 我猜和俄乌战争一样 双方都虚报 只是俄罗斯更狠 同样经济数据 印度虚报的更狠 打罗斯的每天都支持武统 这下好了 找不到打罗斯的地方了 每次物价上涨听论会 八成群众都同意 这官方数字 你喜欢吗 正好可以退厂房还更了 全是讽刺的话语 的确是这样的 台商在的时候 创造的岗位 都是剥削劳动力 台商不在的时候 就哑巴吃黄连 有苦难言 而国台办直接用数据说话 不知道你信不信 国台办回答 江苏 苏州市台商 在祖大陆投资 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长期以来 广大台企台商 深耕苏州 扎根苏州 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 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苏州独具一格的 发展力量 这个头 我们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 他们还介绍 2022年一季度 苏州新设立台资企业 就是八家 实际利用台资6.12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企业数量增加了6.5% 实际利用台资增加96% 增设总投资 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有9家 合同台资6.4亿美元 38个增资项目 增值金额2.4亿美元 2022年 友达光店 金融科技 群企科技等台资企业的 增资项目陆续落地 进一步彰显了台资企业 持续看好苏州 扎根苏州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截止2023年3月 苏州共批准台资企业超过13000家 实际到账台资超过了360亿美元 发言人还表示 至于台媒报道的 台湾六合集团 撤离江苏昆山的消息 该集团子公司 六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的 相关负责人 直接予以否认 实际情况是 2021年 六峰机械已经在昆山 启动新厂的建设计划 该项目还被列为 2022年昆山市重大产业项目 消息可以造假 数字最能说话 希望岛内一些媒体 不要违背职业操守 更不要做绿营的传声筒 他还说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后 又有一些台胞 获评青年五四奖章 发言人继续介绍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后 各级团委 青年联合会表彰了一批 优秀青年个人和集体 其中25个台湾青年 和三个以台湾青年为主体的团队 获评省级市级青年五四奖章 和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含提名奖容易称号 小周不太喜欢看这些所谓的数据 因为我知道有的的确是真的 但是肯定也有假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 可能有假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证明 只能通过自己的感受去验证 我想多少也有一定的主观性 但不管怎么样吧 现实中看到的昆山现状 应该都是真的 台湾走没走 昆山人最清楚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周 下期不见不散 下期不见不散